請佛祥和傑啟 然後大概已經完成70%左右 然後這是登錄的介面 那這個的話就是坑坑列表 就是會列出每個專案的介面 然後我們早上在那個提案的時候 有跟人家提出新手任務的設計 可以邀請大家一起來就是集思廣義 那目前大概有想到的是這一些部分 就是像slack的話可能會請新使用者註冊帳號 然後在general發言 在selfintrope字件 那kkpix的話就是一樣註冊帳號 然後meli請他報名下一次的大松 然後包含github也是註冊帳號 跟followg0v的github的profile 然後像hackmd的話一樣也是註冊帳號 跟創建一個自己的note 那其他的話像是比方說 有些是可能瀏覽這個黑客松提案小訣竅 或者是大家有想到一些別的 不管是在github裡面比較廣泛被運用的平台 或是工具或是一些說明網頁 都可以納入在這個新手任務的設計裡面 就是可以引導新手們更認識社群 那我們下一階段的進度的話 其實就是把剛才節期刻出來的那個前端的頁面 然後去跟目前現有的頁面做結合 然後把整個成就系統的UI整個換圖過 那後段的API的話就是也包含了 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各式各樣的功能 都把它在做擴充以及設置成就系統 就是它作為一個社群基礎建設 可以建置好自己的API 然後給其他的延伸的專案去做使用 然後對把前後段都串接起來之後 就是希望可以作為GTV未來 在基地社群或是在做認證機制的時候 對於每個坑每個專案而言都有它的幫助在 好 那我們的進度跟成果報告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大家如果使用這個成就系統 目前的網頁 有想到什麼別的功能 或是看到我們的整個框架 覺得哪裡可以調整的 或是你有想要貢獻的部分 都歡迎在跳根 然後加入 只要在那個SAC的揪鬆的Channel裡面 就是跟我們說你想要加入成就系統 這個專案都可以 那就謝謝大家 好 謝謝博翔和解啟 這個系統是Badge.g0v.tw對不對 Badge.g0v.tw 大家也可以在記號上面找到它的原始 好 或是如果要加入專案的話 就到Jothon這個slide的頻道 然後跟博翔和解啟聯絡說 我要加入成就系統 好